男人前脚刚出门 后脚就走了进来 他是一脸的蒙圈 随后从后门走出去 又从前门冒了出来 这可把他吓坏了 急忙退了回来 重新输入密码后 还是一样的结果 他不停的尝试 就是走不出去 因为没点赞和关注 他被困死在房间里 只见他解开工具包 放到地上卡住门 然后迈了出去 在两个门间不停的穿梭 这还不够 紧接着又跑了起来 速度比闪电侠还快 可还是没能逃出去 于是坐到地上 补充点营养 吃饱喝足后 举起纸团扔了出去 却砸到后脑勺上 把帽子从后门扔出去 又从前门冒了出来 他还是不死心 又趴到地上 想抓住自己的脚 可惜身高不够 他非常生气 拿起大铁锤 不停的敲着墙 可连个小坑都没留下 即便用电钻也一样 这下彻底BBQ了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拿起电钻 把密码锁拆了下来 随后拿起电线摆弄了下 下一秒 后门打开 进来个大铁球 紧接着又退了出去 突然空中光芒一闪 出现个巨型探照灯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他又把两个线头对接 探照灯这才消失不见了 见有效果 他继续摆弄起来 突然门被打开 两个护士抬着担架 穿了过去 他想跟在后面 却发现自己还困在房子里 没办法 只能从密码锁上下文章 突然空间一阵波动 门被打开 竟然又进来一个自己 这颗八亮人吓坏了 只见他脱下衣服 撕成长条捆到一起 把牛奶倒在上面搓了搓 然后打开门 把衣服扔了过去 他把电线一头接到衣服上 手抓着另一端后 摸了下电线腹脊 一阵电流闪过 他就躺到了地上 另一个自己非常害怕 打开门逃了出去 没过多久 地上的人也醒了过来 推开门 竟然看到了阳光 这种穿越效果 他是怎么拍的呢 这是一面照妖镜 男孩低下头 镜子却没有变化 吓了他一跳 可仔细一看 又没有问题 于是拿起牙刷 可刚放到嘴里 镜中就冒出无数火星 他定睛一看 确定不是做梦 于是把手缩了回来 发现牙刷没有问题 又拿起刮胡刀 可镜中的自己 竟然拿着菜刀 他微微一笑 拿起刮胡刀 在脸上刮了起来 镜中的自己 则一脸茫然 在脸上比划了两下 可还是下不去手 于是放下菜刀 拿起了刮胡刀 怎么感觉方向 有点不对呢 随后拿起一瓶香水 镜中人迫不及待地 用力已按 居然喷出了熊熊大火 不过烧了半天 一点事都没有 又掏出一根棉签 镜中人拿出了螺丝刀 小帅不慌不忙地 掏了掏耳朵 镜中人看看手中的螺丝刀 眼睛一闭 就插入耳朵里 顿时冒出无数鲜血 紧接着拿起一瓶眼药水 拧开盖子 不慌不忙滴露眼睛里 而镜中人手中拿了一瓶辣椒酱 他拧开盖子 举起瓶子 对嘴眼睛倒了下去 终于挤出了一滴辣椒水 他一声惨叫 急忙捂住眼睛 用力搂了几下 一会儿就没事了 还做了个嚣张的手势 小帅也不惯着他 拿起手枪子弹上膛 对准镜中人 哭吃就是一枪 不过这样他都没事 于是拿起一颗手雷 看了看拉环 手伸了进去 用力一拽 镜中人还很得意 小帅扭过手雷 原来刚才是个假动作 随后就发生了爆炸 你觉得镜子恢复正常了吗 女人在悬崖上睡觉 醒来后脚一滑 差点掉下去 幸好扶住了崖壁 眼睛一看 这竟然是个光滑无比的曲面 不可能爬上去 突然下面传来怪兽的嘶吼声 在阳光的照耀下 石壁有70度的高温 能瞬间把人烤熟了 他慢慢收回左脚 深吸一口气 把左手放到右边 想翻个身 可刚一用力 脚下一滑 差点掉了下去 把他吓了个半死 缓过这口气后 觉得手有点疼 抬起来一看 窝了个乖乖 上面血漏模糊 都粘连到一起了 他往衣服上蹭了蹭 清除血迹 顿时传来钻心的痛 随后把手放到石头上 抬起左脚 双臂一用力 慢慢向上移动 这才觉得舒服些 他只能一只脚着地 因为另一条腿 早就没了知觉 抬头望去 对面悬崖上出现两条血迹 而上面的人早就不翼而飞 看来多半是掉了下去 这给他造成不小的打击 只好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心情后 还想继续向上爬 可惜又滑了下来 不知为什么 对面牙臂上的血迹越来越多 正在这时 突然下起了大雨 牙臂越来越滑 他差点掉下去 为了增大摩擦力 他把手伸进怀里 掏出纯金项链 在手上缠了好几圈 随后用力一拽 扯断项链 然后把手放到牙臂上 等第二天再看时 牙臂上早就空空如也 你说 他是掉下去了 还是逃走了呢 男孩正在写作业 突然眼前一花 可他并没当一回事 下一秒 一头十米长的鲨鱼冲了过来 在屋里不停地游来游去 不过他非常爱学习 又写起了作业 正当他打盹时 鲨鱼又冲了过来 这时肚子咕咕叫个不停 他站起身来 拿了块手伸面包 可刚打开包装袋 鲨鱼就冲了过来 一口气咬掉半个面包 气得小帅浑身颤抖 这面包是不能吃了 为了防止鳄鱼捣乱 在桌子上放了把开天府 随后认真的写起了作业 可鲨鱼还没玩够 一个冲刺 把开天府撞了个稀巴烂 这下小帅彻底怒了 在带鱼上捆满炸弹 掉到空中 鳄鱼张开大嘴 把带鱼吃了进去 随后发生了爆炸 定睛望去 鳄鱼咋地没咋地 小帅用出了终极大招 在桌子上摆满秘密武器 紧接着按下绿色按钮 就喷出几道激光 差点把房顶干穿 威力那是相当大 鳄鱼凑到跟前 就是不敢过来 没过多久 他就写完了作业 随后把激光笔收了起来 可刚拿起作业 就被鳄鱼咬掉一半 惹不起鳄鱼 只好拿着作业 来到了大山上 在这写作业 果然心情好了很多 可刚写一会儿 他就有点犯困 于是拿起手机看看时间 可一不小心 手机掉了下去 这下彻底BBQ了 于是收起作业 换了个地方 来到北极 在这里写作业 简直不要太爽 没一会儿就冻得瑟瑟发抖 实在坚持不住了 就把书本烧掉 烤起了火 你觉得小帅 是不是真的喜欢学习